厉害的本来是气瓶 怎么变成液体呢 要压缩 对不对 所以压力要大一点 压力要大 还有第二个条件 既然那么低 要怎样 拿去怎样 拿去冷冻 它温度这么低 所以一定要低温 再冷冻 就会变成这个 好 所以液态蛋 是这样做出来的 好 我们家里面 大部分家里应该都有这种东西 你在用的时候是气体 可是它保存的时候是液体 什么东西 你在使用的时候是气体 可是它保存的时候是液体 什么东西 有一种东西 在使用的时候 气体 保存的时候是液体 应该每个人家里都有 通过 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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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在这儿的时候 寄在里面 不是喔 还有一种 还有什么东西呢 厨房 不会用到 厨房 冷煤 厨房 有点接近 不过 冷煤 不一定每个人家里都 冷气 厨房 比较会用到的 抽烘机 抽烘机 充電器 瓦斯 瓦斯 瓦斯你在開的時候是氣體對不對 你在用的時候是氣體 可是那個桶子裡面裝的是氣體嗎 液體 那個桶子看不到對不對 你去搖一搖好不好 我沒寫不要搖 你去看什麼東西咧 打火機有沒有 打火機裡面是氣體還是液體 是液體對不對 為什麼要裝液體 我們做一個實驗給同學看一下喔